多孝卜 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家长 如果孩子说我没有朋友 今天如果一个孩子过来跟我说 他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的话 我觉得身为教会的一个 或是身为一个人 我们很难 force一个relationship 我们很难强迫说 今天你跟你就是要做朋友 今天如果说教会没有 他们不是一个 可能孩子还小 对他来说 没有一个同性的朋友的时候 他其实很难 一个八岁的男生 跟一个八岁的女生 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朋友 只是从教会的立场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能够做的话 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教会 有这样的一个struggle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身为一个教会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些活动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教会的 一些特别的一些function 是能够营造出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如果说今天不是很一个 能够很平行的朋友 不是八岁跟八岁 能够营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友谊的话 今天他这个友谊 你是不是能够跟其他的uncle跟unty 跟其他的叔叔阿姨 跟其他的哥哥姐姐 或是其他不同年纪的 能不能build up 出这样子的一个友谊出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教会 不是说没办法做 而是说今天在 在我用一个小教会的立场来看好了 因为一个小教会 他其实基本上 更有一个advantage 一个优势就是他可以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更有机会 能够认识到教会 其他的哥哥姐姐 两个弟弟妹妹 或是不同年纪的人 是超过于这个同年纪的人 所以我觉得教会的立场 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一些的活动 或是一些的不同的一些机会 让他们能够更认识 教会其他不同年纪 不同年纪的一些人 感谢观看